大家好 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5.1那塔卡石新角色希诺宁立会 技能首爆 我妹妖劳泰色了 那塔首个成女别错过 元神那塔5.1卡石新无星曝光 复刻角色出乎意料 第二期混词安排来了 黑神化EDG 元神那塔5.1-5.2复刻角色大阪转 钟离登场时间曝光 火神定位沉迷 当OPL粉丝得是EDG瓦夺冠黑神化悟空 元神5.1-5.2卡石调整 钟离复刻曝光 恰斯卡进常驻 马威卡定位抽象 黑神化悟空 个人觉得千只也有可能会复刻 CD到了加上5.1版本 新角色系诺宁的出现 武器也能给千只用 也能喝上一口大糖 至于5.2版本 目前已知的新五星角色 十峰系成女恰斯卡 目前爆料出来的那塔 进去常驻的角色可能就是她 因为后续的新角色不是热度比较高 就是强度比较厉害 都不适合进去常驻词 那塔火神马威卡 是玩家们非常关注的角色之一 关于她的机制和定位 目前有多种说法 爆料满天飞 包括后台火和战场C 火箭炮元素战技 骑行冲刺突进跳跃等 但这些信息与最近提到的火神奇龙 有所冲突 目前尚不清楚哪个版本的信息更为准确 各位自行判断了 总体来说 原神的卡池安排 总是充满了惊喜和不确定性 玩家们在规划原始使用时 需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建议玩家们根据自己的游戏进度和喜好 合理规划原始 以期待能够获得心仪的角色 核心机制 希诺宁的异技能可以恢复夜魂 并生成一个光环 这个光环是其核心机制 元素战技一技能可以减少36%抗性 四命减少敌人75%防御一次 一共20次又命时元素战技一技能 持续期间不带200%到300%防御力 并且希诺宁在开一技能普攻的时候 是可以加夜魂的造成伤害 加夜魂 在一命时光环提高全队角色的抗打断能力 二命时光环为全队提供争议 包括火属性是40%攻击水属性 是40%生命 冰属性是50%爆伤雷属性是 夹20充能 并且较少5CD岩属性 则是30%暴击 从这里来看 岩女是一个超级大拐 妥妥的大腕叶 总结一下就是爆料的希诺宁 一命给予了抗打断 二命是给队友争议上 Buff三无命就不用多说了 四提升元素战技和元素爆发的等级 四命是给队友提升伤害 六命则是解锁自己当C的能力 非常经典的设计了 基本都是满命自己玩 至于5.1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 目前的卡池顺序显示 可能复刻的角色包括钟离 温迪来 欧斯利 申赫千枝等 这些角色的复刻 无疑会为那些错过了 他们首次登场的玩家 提供再次抽取的机会 再看看卡混池的情况 说起第二期混池角色的安排 其实就比较好预测了 第二期是离越混池 其中常驻五星客情七七 必然是继混池的 甘雨胡桃 夜兰白竹 达达丽亚 都是满足条件的 肖虽然符合条件 但比较特殊 进不进池 目前不好说 钟离是神 所以说大概率 和温迪一样也不进混池 目前网传消息显示 他强度不输外叶 但没有外叶的聚怪能力 具体强度如何 还需等待上线后的实测 至于5.1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 目前的卡池顺序显示 可能复刻的角色 包括钟离 温迪来 欧斯利 申赫千枝等 这些角色的复刻 无疑会为那些错过了 他们首次登场的玩家 再看看看混池的情况 说起第二期混池角色的安排 其实就比较好预测了 第二期是 离月混池 其中常驻五星客情七七 必然是进混池的 甘雨胡桃 夜兰白竹 达达丽亚 都是满足条件的 肖虽然符合条件 但比较特殊 进不进池 目前不好说 钟离是神 所以说 大概率和温迪一样也不进混池 随着5.0版本的临近 5.1卡池的角色登场安排 也逐渐清晰 旅行者们可以期待官方的正式 公告来确认最终的卡池角色 核心机制 西诺宁的异技能 可以恢复夜魂 并生成一个光环 这个光环使其核心机制 元素战绩一技能 可以减少36%抗性 四命减少敌人 75%防御一次 一共20次 又命时元素战绩一技能 持续期间 附带200%到300防御力 并且西诺宁 在开异技能普攻的时候 是可以加夜魂的造成伤害 加夜魂 在一命时光环提高 全队角色的抗打断能力 二命时光环 为全队提供争议 包括火属性 是40% 攻击水属性 是40%生命 冰属性是 50%爆伤雷属性 是夹二式充能 并且 较少5CD岩属性 则是30%暴击 从这里来看 岩女是一个超级大拐 妥妥的大腕叶 总结一下 就是爆料的西诺宁 一命给予了抗打断 二命是给队友争议上 buff三无命就不用多说了 是提升元素战绩和元素爆发 距离5.0卡池 马拉尼 基尼奇 万叶 雷神 即将登场 也越来越近 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 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 而说起5月1日 及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就是各位旅行者们 比较关心的 卡池角色复刻的安排了 有关于5.0卡池复刻的万叶 雷电将军已经官宣 就不多说了 5.1到5.2卡池角色复刻的安排 其实 在很早之前 就有过相关消息 其中5月1日卡池早期提到复刻的角色 分别是中离 莱欧斯利 5.2卡池提及复刻的五星角色 分别是申赫 仆人 按照卡池顺序安排的话 这四位复刻的概率 也是最大的 而最新的5.1卡池消息来看 新五星角色只有一位 那就是暴女希诺宁 如果说5.1卡池 只是新角色单up的话 那么5.1卡池 就会有三位角色复刻 不过即便多一位 无非也就是大概率在申赫 仆人之间选择 除非说 还像5.0卡池 复刻角色安排一样 整出一个大反转 顺带一提的是 5.2卡池 目前已知的 也是一位新五星角色登场 风系成女夏斯卡 所以说复刻的角色安排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